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網友 都會問我 經常問 為什麼根和葉子 怎樣打理比較好呢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 比較大型的葉子 的蝴蝶蘭 我通常都會自己家中 種了一盤鹿匯的 就是鏡頭前面這一種的鹿匯 其實是鹿匯就可以了 沒有所謂的 通常我會清潔葉 葉面就會剪一些出來 用一些棉布 或者是 因為膠液很重 你就拿一些膠液出來 直接插上葉面 因為蝴蝟的質地 其實人的皮膚 都可以用來做 棉布修復 變成保養 成品當然是天然 沒有添加 所以我就嘗試用在蝴蝶蘭的葉面 有時候 大家都會發覺到 或者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蝴蝶蘭的葉面 有時候會正正在葉邊會乾 和爆開 有些網友都問 什麼情況下 其實因應環境天氣 乾燥等等 的要素 都是會 有這些問題出現的 這個是難免的 因為它是植物 植物是 你跟人一樣 它什麼時候有病 或者是不舒服 我們只可以觀察它的葉面 和根 當然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方法 去保養它 我就試一下用蝴蝟 是最簡單 也是最容易找到的 其實平時你可以 久不久 就拿一些棉布 因為現在在拍攝的位置 沒有拿到棉布進來 就做一個示範 基本上這盆花 其實我拆了不久 我想和大家分享 你就拿少許的蝴蝟 剪開少許 你每剪一個傷口 就會有新的黏液出來 然後呢 你把黏液 當成我這個手是一個棉布 你拿少許出來 就直接 塗在那個 爆裂的位置 或者好像我們的皮膚 皮下塵 或者是 是乾燥的位置 看到嗎 塗下去 其實它的交易 是會修復的 當然 修復的定義 不是說真的 由有疤痕 變成沒有疤痕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可以滋潤那個位置 讓它不會繼續惡化 或者是歸裂 你說它的疤痕 始終當然有 但是 你可以透過奴匯這個執液 是可以修復 它們表面的乾燥 引致到它們是爆裂的情況出現的 或者是枯黃的 大家可以不妨試一下 用蘆薈汁 蘆薈液 去塗一下一些角位 整塊葉塗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這盤花呢 其實我剛剛是 兩天前已經塗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做整塊葉 只不過這些位置 是有少少的爆裂 之前 我就不斷地幫它塗 這樣 你就可以 例如這些 就之前給一些 搬來搬去 挖花了 挖花了一些葉 其實也是一樣 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 幫它塗一塗 讓它不會 一來不會有細粉感染 因為 其實也有消炎殺菌 大家都知道 人都可以用在身上 植物當然沒問題 那你就塗一下它 那它就會 一段時間 你就會很明顯 你會看到花葉是修復的 而且很光澤 很好的 好像我這樣 我平時會用棉布 塗一些蘆薈 直接塗上去 我就懶了 我就不走出去拿棉布 我直接用手指 當是棉布 做給大家看 它沒有東西的 你塗上去 它一會兒就會乾 又不同水分 水分也是有水漬的 你可以試一下 用蘆薈 來塗一下葉 是可以有消炎的作用 我等同它 好像一個皮膚 來照顧它 有時候我發覺 因為我其實也有做這些 你會看到蘆花頭的勁 有時候有些 黑了 或者是一些爆裂 甚至乎被昆蟲咬過 有傷口 其實你都可以一樣用蘆薈 那你就塗在上面 因為它是天然的 所以完全沒有一些 化學成份 所以你不用怕它刺激到棉花 那你就可以塗一點 放一點 下去 其實最理想就是 剪了一塊 然後拿出膠液 膠液很多 你要直接拿棉花棒 你塗上去 傷口又可以 沒有問題的 即使你筋爛了 你其實可以直接 像我這樣 打個比喻 當這條筋是有問題的 那我就直接塗上去 塗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那麼複雜的 這個是比較天然的 容易找到的東西 當然 坊間有很多消毒的東西 大家可以不同 去比較一下 好了 清潔 化葉 就完成了 那 第一件事 好了 然後我就再跟大家聊 關於筋的問題 大家都會問 為什麼筋 一轉了盆之後 又會說明明好地地 為什麼盆花會爛掉 第一 現在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膠盆來種 其實 我是說在香港 香港的環境 就是濕和悶熱的 所以呢 如果用到膠盆來種蝴蝶蘭 一定要是很通風的 熱都不要緊 但是一定要通風 怎麼為之叫通風呢 當然就是感覺到有風 室內的空氣是不會困住空氣的 這樣為之叫通風 明白嗎 就算你冬天如果沒有風 其實都是不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如果濕度高又冷 那你水台又多又濕呢 一樣是會爛的 雖然天氣不熱 但是基於它不通風 只有溫度低 起筋一樣會爛的 大家要注意這些問題 那好了 我就說一下我現在手上的一盆花 我是用膠盆 對不對 那杯身也是有孔 整個杯都打了孔 那好了 你看到的筋非常之多 有新的有舊的 那杯裡面又有一些 繼續掌揚 那我就會 我這個做法就是架空了 底下放一點石也好 炭也好 千萬不要放樹皮 那些木材的東西千萬不要放 當然除了炭之外 因為炭已經經過了那個 烤 那個燒烤 那個叫什麼呢 可以這樣說 那它已經是那個 那個物體呢 那個質地呢 已經是變化了 那變了呢 它是由木 變成了一個炭的東西 這個太科學的東西 我不太會說 總之就是 它是由木材變成了炭 簡單來說 那裡面的成分 就是不同了 它炭是不會發霧的 反過來 它變成炭 它煉了做炭之後 它反而可以做煞粉 還有呢 是有一個吸濕的作用 那相對就可以有水分 但是木材也可以 木就是如果 你是困在一個盆裡面 是不通風 或者是經常性 大量的水分 存在木裡面 是會發霧的 發霧有菌 有菌自然的根 就是有菌 那就是爛根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可以找 石頭 彈 浪高盆花 都可以 那浪高的作用就是 因為你淋水下去 那些水就會落到底 所有的水都是向下流 那如果那些根 和水苔在杯底裡 那底下的根 就是經常性 是接觸水的時間 是最多的 所以爛根 就由底下 一直爛爛爛爛爛爛爛上去 所以你稍微升高它 是一個很好的作用 大家我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你有沒有見到 那些根 就在碳的表面 因為它就架空了 相對就有個空間給它 它就慢慢來生長 我慢慢轉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留意一下 我有大概是一吋位多些 是碳來的 就架空了 那當然 因為這盆花 都是大盆的 不同小小盆 小小盆 小小盆 就可能水苔會少些 那我這盆花 就是100% 是用水苔種的 除了底之外 有少少的碳 其餘都是很多的水苔 塞下去 那但是你會問 那你用膠杯 用水苔 那全水苔不會爛根嗎 正常情況下 是你處理得好 是不會爛根的 例如 我雖然用膠杯 有孔 但是你跟著我做 膠杯 打孔 全水苔 碳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爛根呢 如果你都會繼續 跟我這樣做 都會爛根呢 唯一的問題就是 出在哪裡呢 就是你裡面 那些風 那些環境做不到 那些風可以進去 還有帶動不到周邊 這盆花周邊的環境 是透氣的 那我 放下去 你看一下 我這個杯是五寸盆 裡面的水苔非常之多 但是為什麼都不爛根呢 因為 第一 我放在窗邊 窗邊就是在窗裡面 就不在窗外 其實它是有個窗 困住了這盆花的 不是說打開了窗的窗 那變成了呢 我都會有少少少 是瞞著空氣的 那我呢 擺花的那個位置 就會是用一個風扇 去吹著它 那是 其實是基本上 大概吹十幾個小時 我是開最小的 度數的風扇的 直至 那個功能 就是給它 帶氣流 那 還有呢 這盆花我淋 我是淋到 全的水分 完全是 捉滿水的 那所以這盆花是 很重的 那但是你說 那不是說不可以 那麼多水嗎 或者是要控水嗎 那這盆花呢 因為基於 它的氣筋很粗 那它要的水分其實也很多 加上它本身 這盆花呢 筋是很健康 所以這些大家要留意的 如果這盆花已經是爛了些筋 你跟我這樣做 其實一樣不行的 你最基本的 你要先救一些筋 長一些筋 那些筋多了 自然的一盆花呢 就大量的水分 它都是不怕的 因為它反而需要 就是大量的水氣了 那但是你說 那怎樣做到 它不爛筋呢 因為我用水台多 又用膠杯 那怎麼辦呢 你就一定要 用風扇吹它 風扇不需要大的 你只要有 冷的風就可以了 譬如把風扇吹到它 微微的有風 但它這盆花的範圍裡面 有空氣帶著它 有氣流 那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吹到它 開到最大吹到它 吹到它 不需要的 我這盆花差不多 接近是 十日才淋一次水 十日 是十日才淋一次水 但我是用一個 最小的風扇 的度數來吹著它 加上呢 就是有 散光多 散光要比較多 那氣筋來說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因為你不是說 很曬的太陽 或西斜 曬到它不得了 那些 不是那些陽光 是就算你 任何時間都好 你是有明亮的散光 不是說 中午時份 曬到不得了那些 的陽光 不是 那些會曬上去 只要你明亮的散光 它被一些根 枕著曬 那你加上你通風 找個小的風扇 開微微的度數 吹著它這一範圍的花 我可以告訴你 你怎樣淋花也好 當然水不要淋入中間 你淋在裡面 水苔這麼大 我杯是5寸的 100%是水苔的 是 基本上是沒有爛過根的 大家不妨去試一下 這個方法 是絕對不會爛根的 我可以告訴你 還有呢 我也經常跟大家說 雖然 盤花買回來 有花的時候 你是不捨得去轉盤 或者是換植料 但是我跟大家說 因為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是膠套杯 你買回來就是整盤 放在這裡 直接到欣賞 是沒有錯的 如果你的心態就是 就是想著 盤花借了就有去 這樣就是沒有問題的 你當然可以插鮮花的 那個 那個 那個處理方法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我買來 看完花之餘 希望它能種到的 那我其實會勸喻大家 就是 盤花買回來的時候 你就買定的新水苔回來 買定一個膠盤 最好打孔 然後呢 回來就把所有水苔 全部換上去 沖一沖去 有爛筋就不斷剪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好像我這樣 如果你覺得OK的 你可以其實用 真的剛才我教你 就是用一些的盤匯 直接塗一點點 剪個筋的位置 全部塗一下 甚至乎你可以的話 反正盤匯有在 你就塗下去 每條筋 輕輕地抹一下 掃一下 我告訴大家 爛筋的機會 真的非常之低 因為它有一個消炎的作用 是非常之自然 不需要做任何事 然後呢 你就用一些新鮮的水苔 對不起 應該是一些新的水苔回來 然後呢 就塗下去 氣筋裡面 然後呢 就將整盤花 放到盤裡 這樣就可以了 底下就放一點點炭 放起去高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 放在明亮的光 還有有少少風 吹到的 做不到的 如果真的沒有風 進入屋的 你就放一把風扇 吹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兩樣配合 陽光 跟電風扇吹下去 我可以告訴大家 絕大可能性 是不會爛筋的 我這盤花 由它有花 到養到現在 接近一年有多了 是沒有爛過筋的 我的步驟就是回來 換水苔 這盤花當然還在 當時 直到現在 陽光 通風 就是這樣 我淋水 淋到濕到不得了 五吋盆 你們記住 五吋盆是 全水苔 沒有空水的 這盤花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試驗 試驗都我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氣筋 這些新的 很壯 你看看 碰著那個杯 裡面 你看看 你看看 多少新的根 其實我這盤花 可以轉做水苔 也可以 因為它的根 由回來 到一路照顧 它 處理得好 你其實怎樣種它 都是不會死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 因為這盤花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在最健康的狀態下 我講的是根 的狀態下 你去處理 選一種種植方法 它是 種的存活率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不是讓它的根 都爛了才來改水培 用水培 來救它 或者是用其他植料 去中它 不是的 你是等一盤花 快死了 才去救它 是不對的 你應該是反過來 除非你說 我是買來 放在那裡看 死了就丟了 我這些 就不需要來回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你看到這盤花的根 很容易打理 這盤花是非常之容易打理的 配合我剛才所說的兩個要素 就可以健康康 你看我那盤花的葉 全部都是向上生的 你的根不健康 那葉怎麼會向上生呢 怎麼會這麼停呢 大家都感覺到 我這些葉是彈的 不是掉的 這些就是老葉來的 這個是正常的 但是新出來的 你看看 全部都很停的 你看看這枝花筋 舊的老花筋 依然都這麼脆綠的 這個用來裝飾的 真的沒所謂了 就算它有 那些叫做什麼 執牙出來的 那就當如 多一個教學 跟大家分享這樣 如果不是正常來說 我就已經剪了 那我現在就在出新葉了 好啦 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何照顧根 照顧葉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這兩點 剛才我說的兩點 希望你們大家的蝴蝶欄 都不會遇到這麼多困難 去簡簡單單 去照顧你自己的蝴蝶欄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可以這麼多 OK 拜拜